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6月5日 大家好 今天 經歷了昨晚的燭光晚會之後 我發覺 今天好像很多事 全世界的變化也十分之大 很多世界大事發生了 那麼我們 這一節 講講香港 大家記得 講講香港之前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目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好了 今天我們要講香港這件事 其實就是 都屬於這個是 白警報料 不過這件事 應該是 所有當警察都知道的 我們照說 因為外面我看到沒有人說 我們一定要講 事源 在5月29日 警察就成立了一隊 誠信審核行動小組 之前其實新聞報過的 只是不知道具體是 怎樣操作 正式在5月29日成立 小組 總共有15名成員 包括一個警司 6個督察級人員 由這個助理署長 負責服務質素 類似公關的 簡啟恩 帶領的 直接向鄧炳強匯報 設立的目的有三樣 一 主動調查 人員涉嫌嚴 嚴重違規違紀 甚至違法的行為 二 及早識別 有潛在風險的工作流程 加以改善 三 加強對人員行為操守 監察及監管制度 他們就有個補充 警隊十分重視人員的誠信 小組會繼續積極推動現時的誠信管理策略 深化警隊多年來的誠信管理文化 預防不當行為 以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聽完之後 發現每一個字眼都十足十 中國共產黨的中紀委 包括主動調查人員涉嫌 嚴重違規違紀甚至違法 這句完全是我們讀開中紀委的 那些 報道和公布的時候經常會看到的字眼 通常就是官被人 抓捕的時候就說涉嫌 嚴重違法違紀 遺紀違法 孫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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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紀律委員會 警察中央紀律委員會 中央紀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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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 差不多啦 這個就是傳名的 跟你那個 就是一樣 為什麼 我們要了解一下 他裡面呢 第一句好像中紀委 第二句 及早識別有潛在風險的工作流程 加以改善 什麼工作 是有潛在風險的 例如 緝詩 緝毒 反黑 反兵 反黑組專門 去收片 去那些夜場 打開一個袋子 十萬元的利是給他 然後 破獲冰毒的時候 自己帶起兩袋去賣 兵毒的流程 反運流程 要加以改善 下次不會有人抓到 不要在安全屋裡擺兵 然後呢 要做什麼 報出去不要那麼大 自己留起一點嘛 你報25代 少了兩代那怎麼交代呢 安排記者去採訪那方面 要先安排好那些兵毒的處理 我看來看他整件事 都是跟兵有關的 還有 記得要預先留起 還有 你沒有孝敬大Sir呀 收起了兩代啊 你都沒有拿出來孝敬 你們這樣做怎麼通呀 大Sir栽培你們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你們也不懂得做人的 你知道什麼叫禮尚往來 你知道什麼叫孝敬 以往呢 滿清的時代 就有冰勁 和炭勁 炭勁就是冬天的時候 要賄賂那些 工女 太監就可以買一些炭 取暖 冰勁呢 現在就反過來 大家都知道那些是冰啦 是不是 以往就是夏天太熱了 要賄賂那些人 拿錢去買冰 現在呢 他也是拿錢去買冰 不過這些冰就貴很多 第三句 加強對人員的行為操守監督 以及管理 哪些人的行為操守 不好 我早兩天看到一個蘋果新聞 有個警長涉嫌跟一個 婦人口交 我看客人 原來不是 是你用警車跟婦人交收口罩 我上次看到那條影片 我真的以為他們用警車跟婦人口交 我真的以為他們用警車跟婦人口交 你用警車跟婦人口交 那段新聞我一看下去 我就知道 為甚麼會有那個人用警車跟婦人口交 即是外交部 用口罩 那他是沒有口交的 用口罩來處理外交而已 原來他是交收口罩 真的笑死了 好了 那麼看到 近一年 特別多的那些 違法違紀 誠訊 誠訊不是很有誠訊的 還有 他們的個人行為 其實是被傳媒拍到了 之前我處長說 只要不讓記者拍到甚麼都可以 甚至乎讓記者拍到我們也頂著 但是當大量的警察 他們的所作所為 在鏡頭面前 暴露了他們 是一群禽獸 行為比日本皇軍更加惡劣 其實上面 我們知道 聽回來的 上面原來也很不滿 因為 那些 短片大陸就叫做視頻 其實全大陸也是 你就擺明 尤其是有些警察 我會說 我就要今晚重演六四呀 這些東西上面會聽的 最要命就是 當上面那個媒體機器是用盡全力 去宣揚警察 幫他們漂白 說他們維持治安 是你們暴徒搞事的時候 你有那麼多這些失控的片段 在國內流傳 使得國內的宣傳機器 情何以堪呢 看到六四 六四重演的人就會問 甚麼是六四呢 搞到 很多中紀委 年輕一點的中紀委都不知道甚麼是六四 他們要問上級 究竟 甚麼是重演六四 你知不知道上級點多難堪 然後再拘捕 右拘捕之後你做一宗那麼轟動的 範冰冰冰案件 別錯了 上面又嘩然了 嘩 原來我們也沒那麼多啊 原來在香港這麼好世界世界我們也要來香港找得宣傳 直到50萬一公斤 拿一袋就有千多萬 我覺得現在 這宗案件最主要是 即時令到上面那些紀律部隊 當然尤其是 公安啊 武警啊 國安和這個中紀委 那麼好水啊 好生意 即是立即 立即按不住局勢 所以鄧炳強其實是一個保鑊來的 就說我再不搞呢 上面就說我就接本來搞 處理你的紀律問題就是我們派人來幫你處理 我們來紀檢 所以其實整件事呢 你再看那個 流程和時間 你會發現 其實鄧炳強說呢 絕對就不是跟香港市民交代 因為現在香港警隊 是不用跟香港市民交代的嘛 出來也是好像口交部出來吵架 出來開記招 譴責市民 然後出來得罪市民 這件事呢 很明顯 其實我們上面也有一點風聲流出來 就是上面 中紀委 廣道明 除了國安要派人下來 中紀委廣道明是要下來 而且是要直接 進去 警務 警察總部 要直接 監察鄧炳強 和他所有屬下 大家想一下 香港一哥來的 無端端上面又多了幾個老闆 他的老闆還可以指他工作的那些老闆 他還要學普通話 你也知道啦 鄧炳強普通話是不行的嘛 這些都是圍頭仔的嘛 所以呢 很嚴重 他感到他有很大的威脅 現在上面 可能不是一頂緊箍袖而已 你輸不空 現在有三頂緊箍袖在等他戴 你想一下那個效果是多嚴重的 三個遙控器 插著三條線 那些是 無線遙控器來的 你想一下 以後啊 甚麼事都好 隨時幾位說查就查 甚至乎 他可能他的房間要讓出來 被幾位坐 自己搬到下面 你想一下多嚴重呢 這件事呢 這件事呢 應該就是他們想拿回主導權 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其實已經 在做這個部門了 我們會 嚴格執行 說的話是說給中紀委聽的 不是說給香港人聽的 沒有錯了 總之就不是跟香港交代 沒有錯了 所以呢 我們收到的消息上面也挺堅決的 也好像真的要派人下來 大家看到警察總部裝修 鄧炳強那層裝修就知道有甚麼事了 這節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 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